俄国史演绎 主编 张连芳 作者 葛新生 播讲 夏秋年 第七回 夏 伊凡迫害新主教 特侠滥杀众无辜 伊凡四世从诺夫哥罗德胜利返回 他以为这下可以好好休息了 却不曾想到莫斯科又开始冒出事端 这天 掌喜大臣伊凡·维斯科瓦迪来求见 他力见沙皇停止屠杀 情绪非常激动 这位维斯科瓦迪原出身平民 只因才干突出 智慧出众 被沙皇赏识而平步青云 平时 这位大臣不曾与沙皇有半点冲突 如今这般作为 只因特侠军将其同胞兄弟残杀 沙皇现今哪能听得尽这种言语 勃然大怒 声言 我还未将叛逆者杀光 这才只是刚刚开始 谁也休想阻止我 我要把所有不顺从的人斩尽杀绝 维斯科瓦迪被压下了宫廷 罪名是为诺夫哥罗德大主教毗敏出谋划策 随即事态不断扩大 诺夫哥罗德案件一下子成了莫斯科案件 受牵连者有一百多人 其中不但有首都的政府官员 还有沙皇的亲信 特侠军的创始人之一巴斯马诺夫 1570年7月25日 沙皇伊凡在1500名火枪骑兵的护卫下驾临刑场 刑场设在莫斯科市中心名为脏水洼的集市广场 老百姓见行刑队到来 吓得四下逃窜 集市上一片混乱 伊凡见到这般情景很是困窘 立即命令骑兵们将老百姓聚拢来 告诉他们 只是让他们看看 不会对他们怎样 慌乱的人群渐渐平静了下来 站成一个圆圈 圆圈中央 特侠军已经七手八脚地架起了一个圆木断头台 在断头台旁升起了一堆篝火 火堆上吊着一口盛满水的大锅 不一会儿 锅中的水开始沸腾 冒着水蒸汽 气氛阴森而恐怖 沙皇对着人群大声喊道 我要惩处叛变者 这样做对不对 随即从人群中传来闷雷般的回答声 万岁 最善良的沙皇 你惩处最有应得的叛徒 做得很对 这种迟缓的 瓮声瓮气的回答 可以看出回答者是言不由衷的 特侠军将三百名犯人 分成两批押到了广场 其中约有一百八十人被带到一边 交付地方官吏聚保 沙皇为证实自己的宽大为怀 当众将他们释放 随后 司书开始高声宣读其余罪犯的罪状 第一个被压上来的就是掌洗大臣维斯科瓦迪 特侠军士兵用大铁钉把他的手脚活生生定在圆木十字架上 司书对着这位受刑者问道 是否请求宽恕 被钉住手脚的大臣 瞪着愤怒的眼睛 忍着剧痛 对着天空喊道 刽子手和沙皇一凡 必遭天诛地灭 喊声未落 他已被剁成树断 国家杜芝使尼基塔傅尼科夫也拒不认罪 结果被扔进开水锅 活活烫死 随后 封地衙门司书瓦斯杰潘诺夫 以及其他官员连同他们的妻子儿女 一一被处决 围观的群众默默地悄悄地离去了 伊凡四世的残忍暴虐 滥杀无辜 草菅人命 终于使他在民众中得到一个绰号 伊凡雷帝 喜怒无常的雷帝 不仅怀疑自己的大臣 也怀疑自己的亲属 自己的儿子 伊凡雷帝下令斩了尤里耶夫的女儿及外孙 并且不准按宗教的风俗去安葬他俩的尸体 处决黄太子的表姐 其实是对黄太子的警告 沙皇与黄太子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张 秉性暴躁的父亲不时亲手痛打儿子 气头上 往往将手中的东西置向儿子 一次竟把权杖扔了过去 打得黄太子头破血流 昏死过去 如今 黄太子已年满17岁 他的脾气同父亲一样厉害 雷帝生怕他会受舅舅扎哈林的唆使与他分庭抗礼 便向大臣们宣布剥夺儿子的皇位继承权 立利沃尼亚国王马格努斯为自己的继承人 雷帝的决定激怒了黄太子的支持者 接着 雷帝逮捕了雅科列夫扎哈林 西隆扎哈林 将他们鞭吃致死 扎哈林的近亲 大贵族鲍尔少依健壮 知道不宜久留 离开黄太子 出走白湖城 接连不断的杀戮 不合情理的指控 开始使一些特侠杜马的成员感到不安 虽然这些人利益熏心 但尚能依据健全的理性 斟酌自己的行为 比如说对皮敏的定罪吧 大家都知道皮敏曾主持了那次给菲利普判罪的会议 这位诺夫哥罗德大主教对特侠制的忠诚和对沙皇的忠心 在教会领袖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皮敏本人同特侠军的首领巴斯马诺夫和维亚泽姆斯基是至交 三人之间是无话不谈的 杜马成员们担心 对皮敏的处罚会使特侠制更加失去人心 他们为自身的安全感到焦虑 恐怖是由他们造成的 但如今他们对其以无法控制 特侠制如同一柄双刃剑 剑锋开始对他们熠熠闪光 他们的预感不久就被证实了 在沙皇查明了皮敏与巴斯马诺夫和维亚泽姆斯基的关系之后 他竟认为背叛活动已经渗入到他的特侠进城之中了 雷帝凭空想象勾勒出一幅大规模的阴谋图 这一阴谋的目的就是要联合地方杜马与特侠杜马一道反对他 逼迫他退位 根据雷帝的旨意 一长串阴谋者的名单被列了出来 其中除了皮敏两位生前好友 还包括特侠封义王公切尔卡斯基 宫廷管事萨尔蒂科夫 大贵族杰姆金 杜马贵族扎伊朵夫和沃隆佐夫 玉扇剑萨尔蒂科夫等人 名单的制造者利用伊凡雷帝的多疑和猜忌 将自己的政敌们陆续送上了断头台 打通了自己的仕途 特侠针机部门的头子 马刘塔 斯科拉托夫 别尔斯基 和瓦西里 格里亚兹诺伊 原是靠揭发诺夫哥罗德的叛变 才获得了杜马的低级官衔 现在他们又利用莫斯科案件 排挤掉特侠杜马中那些名声显赫的当权者 而成了特侠杜马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了 因告密而可升官发财的做法 败坏了社会风气 一时间政治性告密盛行 一个特侠军士兵可以任意控告某个地方官吏 侮辱了他及整个特侠军 等待着这位被控官吏的就是监禁 他的财产也就自然而然的落入了告密者的手中 特侠军已是无法无天的代名词 伊凡雷帝经常生活在对假想阴谋的恐惧之中 故而盲目的信任自己的密探头子马刘塔 把他看成是勇士的救星 很快马刘塔全清一方取得了禁卫军统领之职 通常这类职务只有领主显贵世家的代表人物才能担任 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 马刘塔将自己的三个女儿分别嫁给了沙皇家族的几位兄弟 格林斯基 哥都诺夫和舒伊斯基 高贵的婚姻关系磨灭了马刘塔斯库拉托夫 比尔斯基低威出身的烙印 马刘塔在真机部门的助手是杜马贵族瓦西里 格里亚兹诺夫 原在领主斯塔里茨基手下服役 斯塔里茨基侍卫被遣散之后 他进入了特侠军 由一位犬夫晋升为沙皇的谋臣 这是一个爱吹牛 好虚荣 而又轻挑的人 为了博得沙皇的欢心 常常与沙皇饮酒 席间以低级庸俗的插科打混取悦沙皇 这沙皇尽管格外多疑 极端残忍 但却特别容易眷恋那些讨好他的人 他无限的 过分的信任那些 善于向他表白忠诚的人 加上他的喜怒无常 偏听偏信 结果经常为宠臣所左右 无论是处理重大的政务 亦或挑选一个宠妃 离开了他们的主意 他则寸步难行 希里维斯特是他一生中的启蒙老师 阿达舍夫告诉他如何改革 巴斯马诺夫向他灌输了特侠制的想法 马留塔斯库拉托夫怂恿他血腥屠杀 不过伊凡尽管在随意使用权力 却从来也不曾把权丢掉过 他受进尘的影响之后 往往是将他们无情地消灭掉 阿达舍夫失宠后 人影皆无 他的贵族改革计划便复支东流 特侠制自己对自己进行了否定 特侠制的创始人巴斯马诺夫 被他的儿子小巴斯马诺夫杀死 唯有斯库拉托夫幸免于难 但谁也无法断定 假如沙皇的这个宠臣不是在名望即胜时被瑞典人的子弹击中死去 他将会有怎样的下场 伊凡雷帝在退位期间精神受到极大的刺激 头发几乎掉光 手足震颤时还时常口吐白沫 后来虽然一直寻求国外名医治疗 但一直不见好转 其精神症状愈发严重 他制造恐怖 但又心怀恐惧 他在自由村隐居 整天提心吊胆 怕遭暗算 甚至连近亲和挚友都不敢相信了 伊凡的新伙伴在极力挑起他的猜疑 血腥的恐怖 给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卑躬屈膝和歌功颂德空前风靡 在恐惧和无度颂扬的影响之下 雷帝越来越失去对未来的希望 变得无法容忍任何反面的意见 他成了那群居心叵测的 无耻的钻营者手中的傀儡 俄罗斯在特侠治下 民不聊生 国力日衰 1571年5月16日 克里米亚韩杰夫列特格莱 向俄国大举进攻 措手不及的俄军指挥部 在奥卡河地区集结的军队不足6000人 地方军掩护了谢尔普霍夫的一些渡口 沙皇伊凡雷帝亲自率领特侠军 紧随地方军向边境进发 可是蒙古人由西面绕过奥卡河畔的堡垒 射过乌格拉河 迂回到了沙皇部队的侧翼 当沙皇以为蒙古人还在奥卡河对岸时 特侠军的一支警卫队已遭到蒙古人优势兵力的袭击 在危急的时刻 伊凡四世逃往罗斯托夫 与此同时蒙古骑兵直抵莫斯科 以其切断兵力不多的俄罗斯部队北撤的退路 蒙古人在没有遇到抵抗的情况下 抢劫了一些没有设防的村庄 然后纵火焚毁莫斯科城郊的几处地方 清晨天空晴朗无风 四周一片宁静 午后狂风骤起 风筑火势 大火蔓延到莫斯科城中 城内终声齐鸣 换人救火 但火势太猛 无法扑灭 人们眼看着火焰吞没了一座座钟楼 接着是一声巨大的爆炸声 克里姆林宫和中国城中的火药库发生了爆炸 市民和从城郊逃进来的难民纷纷向北门逃去 城门口及其临近的窄小街道 一时间被挤得水泄不通 人们互相践踏 上下有三层 那些火海逃生者却又惨死脚下 驻扎在狭窄街道上的部队失去了秩序 与难民混成一团 三小时内 莫斯科大多木制结构的房屋化为灰烬 蒙古人于大火灾的第二天 沿梁赞大道向着草原急驶而去 战争的失利 动摇了俄罗斯在福尔加河流域和离海沿岸的统治 诺盖战韩国彻底断绝了与莫斯科的藩属关系 转而投靠反俄罗斯联盟 福尔加河流域各被征服民族已行动起来 试图摆脱沙皇的统治 北高加索的阿蒂盖王公们纷纷同克里米亚结盟 欧洲最大的一个军事强国 奥斯曼帝国在支持克里米亚人 在这种形势下 韩王企望不仅从俄罗斯手里夺走福尔加河流域中下游 而且占领莫斯科 恢复昔日罗斯归附于蒙古人的那种关系 在入侵前夕 杰夫列特·戈莱下令将俄罗斯的各个城市和地区预分给蒙古贵族 苏丹派了一个特别代表团去克里米亚 参与对俄罗斯的征战 1572年4月底 沙皇伊凡在南部边境集结了12000名贵族 2035名火枪手和3800名哥萨克骑兵坐镇 等待蒙古人的进犯 然而蒙古人在兵员总数上却占有优势 参加入侵的有克里米亚韩国 大小盖帐韩国组成的四五万骑兵 以及土耳其苏丹王派来的炮兵 正是大兵压境情危急 乌漏又遇暴风雨 毕竟依凡如何应对 且听下回分解